喵大家好,我是烟猫动画的方演员莫莫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是梦还是现实的故事,小丑先生 格雷姆是一个默剧小丑演员 不是有那句很经典的话吗 艺术原因生活 他的生活其实也和普通人一样 每次工作完从剧院出来回到父亲的家里 喝上一罐自己喜欢的饮料 这些日常点点滴滴组成了他的艺术 虽然观众不多 但格雷姆都会精心准备 在各种音效的衬托下完成每次的表演 或许是因为太平凡太单调了 观众们几乎没有看完中途便离场了 等到格雷姆表演完台下响起掌声 然而观众席只有一名观众 他忽然有点难过 如今越来越多有趣好玩的表演取代了小丑墨具 想混口饭吃也越来越难了 至于刚才那名唯一的观众其实也很茫然 专注的看完演出才发现周围只剩自己 不过很巧的是 只为女士和格雷姆住同一棟公寓 优雅的身子瞬间戳中了他的心 只是他们也很巧都错过了 女士回到家后发现家里的冬快乐 他只好拿出蜡烛来照明 一此同时 格雷姆在家 无意中看到墙上那张红衣舞者跳舞的签名杖 忽然想动了什么 打开家里的唱片机 充满节奏感的舞曲响起 楼上的女士也恰好听见了 伴随着音乐声 两人不由自主跳起舞来 即便不处于同一个空间 但他们的舞姿似乎在配合对方 彼此合作非常的协调 这段作画真的太惊艳了 跳到一半时 红色的火焰围绕在女士身边 而一举过后 她回过神来才发现 那几个蜡烛掉到地上点燃了地毯 火势迅速蔓延 甚至烧到了她的裙子 女士惊呼声引起了格雷姆的注意 人们也纷纷闻声赶来 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格雷姆见状立刻爬出窗外 在周围找段一根绳子 勾住女士家的窗台 就这么爬到了二楼 每个动作都像极了那场墨具演出 她不顾火焰的凶猛 冲进屋内将女士救了出来 楼下的路人也来帮忙了 大家对格雷姆的举动 纷纷喝彩欢呼 而她也仿佛像完成表演后 给台下观众鞠了个弓 只是这一次没能完美的羡慕 身后突如其来的爆炸 将格雷姆狠狠地冲到了对面的墙壁上 人们紧张地围了过来 这一刻她忽然想起小丑的本职工作 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 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微笑 那才是最大的失败 而女士是唯一一个 能明白格雷姆最需要什么的人 艺术源于生活 却又高于生活 谁能知道小丑先生一开始的表演 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看完这样的故事 总会让我分不清 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毕竟表演三场过后 留下是有限温存和无限的心酸 好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红先生